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赏金赛,西洋红大战GBA 这里是彻夜,因为波二啊,地图依然选择了军工厂,然后被搬掉了他的绝活风眼 这里上来了一个邦邦,邦邦打这套阵容,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 他们这边的一个阵容选择配置应该也是针对这个红夫人来打的,而不是说是针对这个邦邦的 所以这套配置一旦是有人导特别像调香师啊,守木人这些在邦邦面前说实话6的一个能力也不是特别强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守木人,没机会真的是没有机会交铲,一点机会没有 那这样这个守木人在闪现还是20秒的时候只剩下一格血了,四分之一血交铲子 由于现在还没有一个,哎呦这个位置,哇这边这个守木人其实往前冲会比较好一点 他这里可能感觉往前冲也会被连,呃这守木人算是一个秒倒,而且前锋要救的话,他得远距离撞救才行 这把对于穷者的一个压力会非常大,因为这个守木人倒的非常的快 之前给大家讲了,就是邦邦在追守木人的时候其实还是蛮厉害的,因为你守木人你虽然一速快了那么一丢丢,但是我的炸弹够远呢 这波防守其实压力上面不会特别的大,因为这个位置前锋要撞,他得拉一个回旋球,而你拉回旋球 我邦邦在这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视野当中,我是看得见你的,找好角度躲一下就行了,应该要卡死了 呃这波卡死救之后,穷人者要想办法是保平,因为邦邦在开门战的时候,其实他的一个实力不是特别强 加上现在帮忙大部分不带一刀斩,哎这边能不能炸一下,好像距离不太够 我们看这把是六哥的机械师,六哥的机械师现在修的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面对求生者这个倒的太快,你的修的快也没有太大用啊 这个守木人应该要放了 而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前夫这边受了一割伤,而屠夫这边的闪现是一直没有交掉的 在闪现,哇这个闪现交的稍微的有一点点,有点点着急了 呃前锋这边还剩下一大半的球,这个时候既然没有闪现,我觉得可以不要追前锋 选择来换一个人追会更好一点,因为前锋这边的球还是 还是够六你一轮的,好这边看见的是娃娃,娃娃现在剩了一半电 这个半电的娃娃被打掉,球者的一个修机压力又会非常大,场面上只剩下三个人 然后我们注意到屠夫这边是直接切了传送 娃娃打掉 机械师报位置,前锋半血,手上有薄命 从这个局面来看,我觉得这把很有机会争一个三杀四杀 为什么呢,前锋现在半血,对吧,我抓一个人,你们要救人,你还得把这前锋摸好 你前锋摸好,现在前锋也不,球不够,你还救不下人来 这边好像是大致感觉到了人的一个方向,这边在丢炸弹脸 这个炸弹没有准备是他没有准备抛无线灵啊,就是丢了,然后如果你走为失误呢,吃一颗炸弹 前锋这个位置拉走追条消失也行吧,追了这条是前锋根本救不了人 再拉 这应该是一个失误吧,这颗定时炸弹炸弹啊,我感觉这侧夜前面打的非常的帅 怎么到了中期,特别就从刚才追前锋那个闪现开始,好像有一点点迷了 现在这个炸弹丢的有点点问题,把他捶回去 哎,这边调象师,哼哼这个非常的优秀啊,等炸弹结束了以后再回去,那这边连一下 连到再打一刀 前锋的位置在哪里,我们看一下前锋,前锋在修中间的人黄 还差一颗炸弹 三秒钟以后有定时炸弹 追击 等,哎呦,这个定时炸弹感觉又放的有点问题 这两颗定时炸弹出事情,幸好这里是卡在了一个死角上面 那这边把人往回挂,机械师现在修不动了,两人受伤,人挂过去,以后前锋半血救不了人,得机械师来救 前锋还炸了一下电机,那这把大概率死杀了 当然前锋是这个帮帮不要再出现一些问题啊 他这 两波还是在追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给了一些机会的 只不过他前期的一个,哎,这边卡住你的位置,炸一下 哎,很舒服啊,谁来救,来救的都得死啊 好吧,真的,谁来都得死,别来了,这个时候真的别来了,这条要是 怎么救 哎呦,这一刀 这一刀打的 说实话,刚才那个地方就是卡住就行了,这边再来追前锋嘛 他这边是一个传送,前锋交掉最后一丝球,这边翻进去呢,连一颗炸弹 他的这个定时炸弹丢的真的是非常的有问题啊 幸好是炸中了,就是人家的定时炸弹是丢出去以后引爆的,他都丢在地上面引爆 总感觉是怪怪的,当然这把应该是不影响他射杀,这边可能可以直接传送过去 球稳一点呢就守着 因为电击差的真的太多了,现在场面上这个机械师完全修不动 然后呢,这条件是上锅挂的半血,两边在摸,这两个人摸血 邦邦也不急啊,真的不急 就是守着就行了,把这前锋守死都行 剩下的电击太多了 没有太多的一个机会给求生者来进行一个喘息 就是这把 刚才我倒是觉得 其实不来救,不来救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前锋这台电击也在这个位置 你不救吗,就帮帮出来打你,对吧,你来救 可能如果救的秀一点,还有一点机会 嗯,也行吧,这一刀打完,香水回 香水回了呢,你这样救不下人来了 刚才不如直接冲过去把这前锋给捞了 这 这,哎呦,这一刀打他干嘛呀 感觉侧业现在就是 优势太大,感觉随便打了 确实 那这几波防守,我觉得如果打的好一点 应该是都救不下来的 在一个 开了这个二阶技能帮帮 这么长距离的炸弹的面前 应该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那么这一把如果完成四杀呢 就是肯定将比赛拖入了这个 波三了 然后 那个GPA这边的求生者要做的就是尽量争取 能够跑越多越好 但是呢,绝对不要被四杀就行 绝对不要被四杀就行 把这一局拿下 那么下一局 看比分了 对不对 如果说能打个三跑 那么大家从 从零开始 如果说对吧 不能打三跑 那至少跑一个 然后呢 就是 至少还有翻的机会 对吧 赢了也能翻 这里机械师 在点中间的电击 这两个人都是一颗炸弹倒 这也太太凄惨了 还是开局的时候抓的比较快 这把 这个定时炸弹就对了吗 对不对 这正常定时炸弹就应该这样子 你要想挂人应该不会吧 这只是牵起来应该找个人而已吧 好 看见了 看见了可以把人挂上 这个一挂的机械师 哎 还是求稳 还是求稳 这里慢慢来吧 应该是逃脱不了被厮杀的命运了 还是开局太顺了 这把开局太顺了 然后前锋那边也是 那个椅子太过于宽阔 没有让 求生者有任何的角度去撞 前锋没什么角度可以撞的 你没角度撞你想要去救人 那种局 万一吃个刷倒也是死杀 不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了 这边 躲 哼哼这把的 这个调弹师其实操作方面也是非常秀 特别刚才那个等炸弹回 等炸弹引爆之后再回溯 那波也是 看出了他调弹师的功底 这个机械车牵起来 可能能挣脱下来 椅子比较近还行 然后那边传送过去 挂上 一个非常 中间稍有不足 但是从头到尾基本上悬念都不大的一个四杀 这就是帮帮帮帮前期累积的大优势真的太难翻了 好的我们稍视游戏看下半场